不丰富很多的事情 看不开容易在我小家 采访一个老男的 他们都已经去看不死了 所以他们整个一生的话 会经历很多的挫折 也会从挫折中提炼出很多的经验 可以继续 上海师范大学 杰文学院历史系主任苏志良认为 对老人进行口述历史的记录 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口述的对象往往是历史的亲历史 很多是没有大门线记载 所以这样的口述 本省的记录 我们更加历史 上面北京是首席首都 有很多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决策者 那么对他们进行一个系统的记录 对我们共和国历史来说 这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北京第三史 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记者张立给揭露 那么 honour 看来我现在的传统 简单为您送出的新闻 节目之后